让靠靠地神秘 无切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神的百姓早安 世人算什么 神尽顾念我们 让我们在敬拜当中 求神再次恢复我们的身份 跟我们在祂眼中 那宝贵的位分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问主 爱我有多陌生 怎么能 爱我知道有何 主说我 爱你有什么神 他张开双手 钉在石家 我不禁问我是谁 他为何如此 我是谁 他竟为我受死 为什么 他毫无保留 留保险 吸尽我的误会 我是谁 他无言无悔 我是谁 他竟喝着苦悲 这份爱 融化了所有遗活 我感言 这一生 这一生 要为他 为他 是我们向你敬拜 哈利路亚 我问主 爱我有多陌生 怎么能 爱我直到永恒 主说我 爱你有这么深 他张开双手 并在释迦 若无情问我是谁 他为何如此 我是谁 他竟为我受死 为什么 他毫无保留 留保险 吸尽我的无悔 我是谁 他无言无悔 我是谁 他竟合着枯萎 这份爱 融化了所有疑惑 我感愿 我感愿 这一生要为我 他无情问我是谁 他为何如此 我是谁 他竟为我受死 为什么 他毫无保留 留保险 吸尽我的无悔 吸尽我的无悔 我是谁 他无怨无悔 我是谁 他竟合着枯萎 这份爱 融化了所有疑惑 这份爱 融化了所有疑惑 而融化 主啊 世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我们 主啊 唯有基督 在我们海座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主啊 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 我们的价值 主啊 若我们不是你所看为宝贵的 贵重的 主啊 你不会拆盘你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走上十字架 主 我们都是你用仲价买书回来的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每天都可以对这个身份 有一个更深的确据 更深的认识 愿你带领我们每个人 走进你的心意当中 我们将祷告 祈求 奉靠我主宝贵得生的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进入第三集 身份认同为何失去 我们在昨天我们也稍微有提到 有提到 就是我们当我们在我们成长的历程的当中 我们并没有被了解 我们没有被接纳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的伤害的时候 或者父母嫌我们啊 父母很多的要求啊 这些规矩 这些的标准的时候 很容易让我们进入一种行为导向 而最后呢 就成为一个非常努力打拼的一个工具 甚至好像成为一个努力 而忘了或者我们失去了 我们最重要的身份 就是至高神儿女的身份 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 到底我是谁呢 我们的身份认同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探讨 我们是谁 我是谁 我的命定 我有什么 我信任谁 而且我往哪里去 而我们看见 特别一个孩子 他刚出生 在他整个幼年的里头 他其实最需要的就是 父母来帮助他认识自己的身份 孩子刚开始会讲话的时候 只会问父母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可是很多时候孩子就越来越启蒙的时候 特别进到国小 五六年级或青春期的时候 他最想探讨的就是 我是谁 我是谁 他最想探讨的是自我观 自我形象 我要怎么看我自己 而弟兄姐妹 其实整个成长历程里头 最重要的启蒙老师 其实就是父母 从父母的脸 父母的眼睛 从父母的嘴巴 我这个小小孩 才能够认识我是谁 可是我们看见 父母常常在孩子成长的历程里头 没有告诉他们 他们是谁 反而把他们交给社会 学校和世界系统 把他们交给社会 学校和世界系统 所以你会发现 孩子成长的历程里头 我是谁 好像要有学历 头衔地位 才能够证明我是谁 所以整个的身份认同 是从世界 所灌进来的身份认同 而不是真正的属神的身份认同 当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活出见证 可是我们不是活在世界系统的 外在的表现和形象 牧养孩子的心 我们来看真言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教导孩童 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弟兄姐妹 这个是很多在教养儿女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但是它不是只是一个教养的理论和知识而已 这节经文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教养我们的孩子 我们怎么教养儿童 甚至在教会里头 我们怎么教养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要牧养他们的心 牧养他们的心 使他们的心能够真正转向神 知道神的心里 到老就不会偏离 到老就不会偏离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看见父母 家庭是一个很重要 帮助我们的下一代 知道我是谁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在读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国效是由心发出的 所以弟兄姐妹是牧养他们的心 以致他们能够走在当行的道上 牧养他们的心 以致他们能够知道 他们的心神在我生命里头的 样式计划 期待工作和特质 曾经有一个弟兄 他们家是开木材工厂的 那有一天呢 他就把爸爸 这个木材工厂 剩的这些木材呢 自己在家里就钉了一个鸟窝 钉了一个鸟窝 他很开心 希望爸爸回来以后 能够称赞他 他这么小就这么棒 可以用剩下的木材 钉一个鸟窝 没想到爸爸回来 并没有说他很棒 爸爸只跟他讲 你不要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要把东西修好啊 你钉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而弟兄姐妹 你发现当父母 很多时候不知道牧养孩子的心的时候 孩子呢 所以呢这个弟兄后来 他就提到他长大以后 他很难信任别人 而且他很忧虑别人对他的反应 他每次做任何事情 他都很怕别人会怎么反应他 所以呢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说 当我们牧养我们的下一代 或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不是只用标准规范劝戒 或者说教 或者设立立场而已 有时候孩子在学校 可能被羞辱回来 我们并没有真的牧养他的心 我们反而说 一定是你很坏 一定是你很顽皮 一定是你很贪婪 一定是你不用心 所以你被羞辱 所以呢 你发现 当我们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就把心给关闭 很容易关闭 而且跟我们中间会隔一个很大的墙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肢体生活 在教会我们做牧养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带来一个这样的 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牧养他们的心 是让他们 让孩子能够感受到 你会发现一个人的人生最大的资产 他人生里头最大的根基是什么 是他里头有信心 有安全感 他里头有价值感 而这些都是因为用心的牧养 使他能够真正建立 与自己 与人 与父神 健康的关系 健康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这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节经文 是好像一个人决志信主的经文 你要很认真的去看 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讲到父神的心意 父神的心意是什么 父神的心意 是要跟我们建立父子的关系 父神的心意是 他要成为你的父 他要成为你的父 我们是他的孩子 可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吃到 我们没有喝到 我们只是知道 却没有得到 这个是对一个基督徒来 很可惜 我们用知识来代替得到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讲白一点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未曾认识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 我们得成他的儿女 而且我们 真的是他的儿女 就是我吃到了 我喝到了 我经历到了 我经历到了 我经历到他在我里面的塑造 已是我里面有爱的大能 有爱的能量 我经历到他牧养了我的心 我才有办法牧养下一代 和牧养我的儿女 我经历他怎么样牧养我的心 在我软弱的时候 他扶我起来 在我灰心疲倦 耗尽 不配的时候 他加给我力量 他让我看到 我是他所喜悦 所爱的 所以我就能够经历到 父神在我里头的触动 在我心灵深处里头的触摸 和拜访 和拜访 所以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五节 因为主承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弟兄姐妹 有一位很不一样的父 他永不改变 他永不撇弃 也不丢弃你 世界上没有一个父母 在我们面对各样艰难的时候 他愿意这样地靠近我们 牧养我们的心 而且要带我们的心 能够回家 在我们教会 有一个弟兄 他跟他的太太 都是我们的全职同工 那他们在两年前就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一个孩子 可是这个孩子呢 他们常会对这个孩子 很多的亏欠 都觉得照顾不够 很怕孩子被忽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弟兄 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 他在成长的历程里头 爸爸妈妈是牧师 常常就把他们牺牲掉了 所以当他有小孩的时候 他就很怕救戏重演 他也很怕他在教会 全时间的侍奉 把他的孩子忽略了 让他的孩子受伤 所以他很多的夫妻里头 他很投入 可是他也很担心 很担心 忽略地对他的孩子的照顾 造成他孩子的痛苦和伤害 有一天 我的先生 平真牧师 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平真牧师跟他讲了什么话 他说 也许你 很想更多照顾你的孩子 陪伴你的孩子 这些都很重要 我们都支持你 可是你要面对的是你的心 其实你是想要找回你自己 你是想要找回你自己 而你必须找回你自己 你才有办法牧养你的孩子 不是只是外面的陪伴而已 是你的心真的回家 你真的经历到 我是天路爸爸的儿女 我才有可能来牧养我的孩子 好不好 弟兄姐妹 让我们再次同神开口来祷告 求主打破世界系统 在我们里面的建造 我们的根基 不是世界系统 我们里头的根基 是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女 我们里头的根基 是神要恢复我们 他创造的形象和样式 而不是世界的灵 在我里头运作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同神开口来祷告 主要是我们仰望你 我们希望你来帮助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而让我们敞开心 不是用很多方面来定义我们 是身体接纳我们 引导我们 刺摸我们的心 陪伴我们 陪伴我们 陪伴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 再次来转向 再次地看见 我们真正的信心的来源 爱的来源 智慧的来源 能力的来源 主谢谢你 以致我们能够越来越离开 这个世界里的运作 真正进入到神 心意的生活 是的主啊 我们仰望你 求你来教导我们 使我们以你的话 来建立属天的价值观 主啊 用你的话语 作为我生命的准则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语 主啊 从我所出的一切 动机 都能够脱离 这世界所建构出来的 外在的形象 乃要合乎神 你的心意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把我们里面的世界 给挪去 保守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 居住在这世界 却不属这世界 主啊 帮助每一位神的儿女 主啊 都能够从世界 属地的价值观当中 被分别为胜出来 成为属神的器皿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求你给我智慧 主啊 求你让我打开 我的眼睛 让我能看见 这属天的祝福 在这世界的系统 还有这众人追求的事上 我主啊 求你将这些东西 都定在石架上 让我不专注在地上 神没有要我追求的 我也不为自己而忙碌 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求圣灵常常指导我 能在所有的世上 都来认定神 也享受天天 遇生同工同行 享受天父的爱礼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再来祷告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也许我们的父母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我们成长的历程 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如同刚才 牧师所提的这个弟兄 你看他里头很忧虑 别人对他的怀念 他里头封闭 你看他里头很难信任人 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要去察觉 在我们的内在 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不安全感 所有里头仇敌的谎言 我们要知道保守我们的心 怎么保守我们的心 就是不断地转向他 不断地转向他 让他对你的心说话 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 不断地转向他 你每一次的转向 亮面就会带来质变 你里面就会不断地被改变 里面儿子的灵会长出来 好不好 我们通声开口来祷告 主要是的我们仰望你 我们在求你 帮助我们的不敌受 帮助我们的地震 让我们受到random 以网上 legacy 要影响你 我让你们多次m 来到问题的眼前 让我们知道 你行动在我们的 技术中的 言计 改变明 on 自信 真正的体制 改变我们不是外面的行为 我们是我们的心 越来越能够 领受一个儿子的礼物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知道怎么保守 主啊 你的话语告诉我们 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知道 如何保守自己的心 让我们在遇见世界的时候 祢给我们一个觉察 让我们知道说 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 什么是对我们无益的 什么是叫我们恐惧的 什么是叫我们刚强壮胆的 主啊 求祢让我们平时 就知道要怎么样保守自己 让我们不落入这些 无法自拔的网络当中 主啊 让我们每一次 每一天每一天 都来定睛在祢的身上 让我们的心不断地转向祢 让我们的心也挪出空间 让神来对我们说话 阿们 是的 主耶稣我们爱祢 因为主祢常与我们同在 天天用祢的恩惠 如同盾牌四围地来环绕我们 主 在祷告中 我们切切地来寻求祢 求祢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更加地看到 主祢的大能和祢的大爱 以至于我们在祢的面前 要不断每天每天的赞美和感谢 说 但愿颂赞荣耀尊贵 能力丰富都归给祢 直到永永远远 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 紧紧地来跟随祢 成为合祢心意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不好 我们最后我们要再次来祷告 其实我早期服侍主的时候 我早期所有的重点 都放在策略 放在方法 放在事工 可是当我服侍的年日越来越久的时候 越到中年晚期的时候 我越来越看到 我们真正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核心 是让天父的爱 天父的心在我们的礼物 让我们的儿子的灵能够长出来 而弟兄姐妹 学习常常花时间在他面前来领受 这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功力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里面 里面不断地长出来 长出来茁壮的能力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你和我 当我们这个信息 到最后的时候 你身份怎么恢复 你需要花时间来到父神的面前 让他靠近你 牧养你的心 牧养你的心 让儿子的心能够回家 真正的回家 不再做世界上的孤儿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主啊 是的 我们再次仰望你 求你帮助我们 多长的生活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父神牧养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能够被牧养 我们里面才能够夺照 我们陪你塑造 塑造 这个牧养的心 就是我们经历你的能力 在我的体中 可以发芽而成长 我必须要经历你 我才有办法牧养别人 父神我们感谢你 主啊 是的 我们都好像养走迷 主啊 如今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一位好牧者 主啊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好牧人 跟随你的必定不至缺乏 主啊 求你指教我们 保守我们在人生路途的跟随当中 我的心总是被保守 被坚固 以至于我的心不再左顾右盼 一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祷告共抗我主 宝贵得胜的名 阿们 主啊 是的 还是把所有弟兄姐妹 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现在 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见 不是任何人可以定义我们 是因为这位神 创造 引导 培植了我们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可以不断地被你来塑造和工作 以至我们越来越长大成熟 成为神真实的蒙爱的儿女 共主的名祷告 阿们 祖太太 供flow � 我不禁问我是谁 她无怨无悔 我是谁 她竟喝着苦悲 这份爱融化了所有异货 我甘愿 这一生要为祂而过